我当时记录了一个10043卷 但是后来的调查都没有这个卷 所以这一件还是一个疑问 因为现在我没有时间返回去 找到英国图书馆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欧阿号 因为所有的这个东西必须有这个欧阿号 你光有永乐大典这个号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永乐大典的有些书呢 他们只写这个卷号和藏地 其实应该把藏地的那个那个单位的这个馆藏号给写在后 对于我们利用这个永乐大典是最方便 你比如说13201 13202 13203 Z1一册三卷 这是1970年一个书商啊 从一个叫Holston的那个家里头得到 然后卖卖的 这个馆藏号呢 我查出来它是那个OR 13292 这三本是新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相帝的这两册 这两册呢 是1988年英国的国防部的一个叫Laurie这个人 他代表摩尔太太来跟英国图书馆讨价还价 1989年2月英国图书馆拿出钱来把这册收购了 就是我在那个newsletter上看到的信息啊 就是OR14446这个编号 这个呢说是一个英国兵啊 叫Tickner他从汉林院弄出来的啊 说是1901年 如果这个记录属实的话 从1900年6月23号这个英国使馆去攻破了这个汉林院之后 到1901年还有人拿呢 所以这个汉林院当时等于是这个是一个敞开的大门一样 很多人实际上去去拿出来了 但是这个整体的过程呢 我们现在还需要做很详细的去追溯 因为英国英国和其他的像法国的薄熙科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写过日记或者写过回忆录 在西方的很多地方发表过 或者在一些图书馆有这些稿本 我们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 由一个法国人推动啊 出了一大批第一次鸦片战争 就是这个他们攻占圆明园的这些汉林录 有这么中文翻译过来有这么这么大一摞 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我们就看不到那么多相关的书 其实是没有仔细搜集的原因 爱尔兰的Chase Beatty Library呢 现在翻作切斯特地 Chase Beatty是一个美国人 这个纽约人 他后来二战之中呢 他做矿产的生意呢 发了家 对盟军也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这个后来英国女皇给了一个色 但是他的东西在很多 伦敦又这么贵 所以他就把他的家的 就是这些藏书整个搬到都尾林 爱尔兰给他一个荣誉公民的称号 所以他就把这个自己的藏书 这个设立一个Chase Beatty的私家博物馆 就叫Chase Beatty Library 这个博物馆呢 就是像我是研究这个隋唐五代这些时期历史的 研究特别研究敦煌土鲁番的丝绸之路 所以这个Chase Beatty Library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藏 是北非的科普特语的摩尼教文献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 就是我们在也用摩尼教文献里头经常用Chase Beatty Library的collection 所以这次这个馆对我是非常有名 但是我不知道它里头有到底有多少东西 其实在我之前呢 也是那个傅路德 在1970年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这个这个香港分号上 有在谈永乐大典这篇小文章 不长的一个很小的文章 这傅路德我们知道就是给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 极其稀稀传写这个增定本 这个美国的汉学家 所以他是很很注意书籍史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1970年代的那个 从66年到76年之间西方的杂志 像在我们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是空档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些文章 出国之后呢也没有搜集到 就是我只找这些敦煌的 所以我是在那个莱顿大学的东方写本与图书部 翻过所有的西文的这个杂志 这个杂志我也翻过 但是我主要找敦煌图书番这些西 对于永乐大典也没有下那么大的功夫 所以当时忽略了这篇文章 所以现在我特别要把它表彰一下 应该是在我之前 他已经注意到这个CSBT Library 有三卷 他当时只找三卷 没有被其他地方公记录 登陆到的这个永乐大典 这是傅鲁德在1970年记载 但是我自己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我在欧美仿查这个敦煌图书番啊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这个叫Person 这本书叫 Our mental manuscript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n A survey 就是他是联合国教会文组织 雇了一个英国学者 走了300多家的图书馆 就是欧洲和北美图书馆 来调查东方写本 其中我当时眼睛一亮啊 就是在这个CSBT Library里头 有6 sections of the永乐大典 有这个用威托马士拼的 这个永乐大典四个字啊 有6册 永乐大典 我这个眼前一亮 我说这个CSBT Library 有永乐大典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列的一个记录 我因为当时还要办签证 这个吴芳斯就去给他 吴芳斯回来说 是真的 在6月28号 吴芳斯特别给CSBT Library 写这封信 因为英国图书馆跟CSBT Library 他们都非常熟 所以里面写的这个信呢 也非常的直截了当 就是说一个在我们图书馆 来做访问学者的 北京大学的荣新疆 他要了解你们馆 他知道你们馆有多少卷 永乐大典 他说他希望获得这个作为胶卷 然后这个希望你们同意什么的 他说我们馆已经这么做了 然后这个CSBT Library的这些卷呢 803 804 805 806 这是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101111和1012 前面提到那个海关的总务司的职员 白莱西他拿的 他其中呢 曾经在22年就捐了一册 这个给他的母校叫阿布丁大学 这阿布丁大学因为没有汉学家 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一件 只是在前若干年呢 牛津大学的这个中文的这个馆员呢 去阿布丁开会 就随口问了一句 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像黄段子面这样的书 他说有 有这样一样的书 不知道是什么书 结果一拿去看 这个何大伟先生当即就判断 这肯定就是有了大典 从1922年就躺在那 没有任何人报道过 各知这个日本学者 还有中国学者 多数次调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卷 所以由此推想啊 其实在英国爱尔兰这些地方 肯定还有有了大典 然后这个1954年呢 把这个两册呢 一共七卷卖给了这个Chase Beatty 是他儿子卖的 叫William Russell Breaser 他卖了这两册给这个Chase Beatty 其实是当时啊 拿到了英国图书馆准备卖 被这个Chase Beatty 半截就截下来了 大概花了110斤磅 如果现在的话 我们随便每一个人都拿得起 所以这个其实是价钱不高的 但是这些呢 除了他们那个档案 是不透露的 另外呢 我查到这个19865 19866 这是1954年 这叫Marden 所谓捐赠的这个 给这个Chase Beatty Library 其实这个Marden的 拿的这个书呢 在20年代就在伦敦展览过 另外也有这样同样途径的 捐到其他的图书馆 这两卷呢 就落在了Chase Beatty Library 所以Chase Beatty Library 因为是个私家图书馆 所以没有人去调查过 没有人知道这些线索 其实他这个线索 在70年代初就有两条 所以这个 另一条也就是在2003年 就是那个 我前面提到那个何大伟啊 他来北京图书馆 开纪念永乐大典的一个会 在2003年 把这条材料给抄出来了 其实在2003年之前 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 我是在1991年 有这个消息 在内部跟中华书局 在做这个工作 但是在我1991年8月回来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管这些事 我觉得就是后续 就是由中华书局来继续工作 先看看这个803到806啊 这都是诗字号 这几本呢 都是抄自那个 千家诗话总归这本书 这本书呢 现在有这个明代 比这个晚的一个课本 这个课本呢 大概跟这个抄本 是同一个系统 但是这个抄本呢 是从千家诗话 总归的后级开始抄的 前级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永乐大典前面 这个卷子前面都是丢着的 所以是不是 还有 应该还有 但是用这部分 其实学者后来已经对出来了 这就是跟这个明朝本 是明代的科本 是一个系统 但是大部分 有若干条呢 是明科本里有 这个抄本里头 不知是省列的 还是抄到别处去 一般是不会省列的 但是他也有若干条 明科本里没有 而且更重要的 他的教刊价值非常高 因为这是为皇帝看的 是不能错任何一个字 现在我们看到的 永乐大典 几乎没有改过任何一个字 就是所有的字 都是清清楚楚抄在那 你看这是这个纸的这个条的这个别纸 其实后边三卷都是关于纸的 就是有各种各样纸 有怎么用纸 有各种各样 有竹纸啊 藤纸啊 什么各种各样纸的这个条目 所以其实这是研究中国古代造纸和纸张的最好的收集 其实他引的很多书 现在的学者不一定看到 而且我们知道这几卷在2000年以后才发表出来啊 我后边会提 他在2004年以后才发表出来 在此之前 我们基本上很多造纸树的书已经写出来了 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这些材料 特别是他引了大量的地理书 就是哪儿产什么纸 哪儿产什么纸 这些藤纸是哪产纸 哪产的 什么竹纸是哪产的 竹纸这条就非常长 然后特别是别纸这条 抄了很多关于别纸这样文献 如果我们做敦华吐鲁番文献的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拨人就是研究这书仪 后来就从书仪里头分出一类叫别纸 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但是实际上你看在永乐大典 他们其实就知道文献里哪类算别纸 所以他们专门把唐宋文献的这些里面的别纸 全部抄在永乐大典里这一条 非常长的一条 几乎是一卷 所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研究敦华的书仪和中国古代书信的制度 都是非常有关系的